各位同学大家好 再次来到了这个客户丁学堂 上一节课呢 我们已经跟随这个威哥 学习了这个安卓的发展历史 以及他在哪去下载这些下载这些就是开发工具啊 这一类的东西 然后呢 我是呢已经下载下来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下载下来 如果说有什么疑问的话 或者说有什么问题啊 就各位小伙伴赶紧去加一下威哥的微信啊 或者微博 这样的话就是有问题赶紧咨询一下威哥 这样能够更好的跟随威哥进度 把整个课程学习的更好 对了威哥 那今天我们要学习就是安卓哪方面的东西呢 大家已经把那个安卓的历史了解了一下 然后这个开发环境也下载了 没下载 同学赶紧下载了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是我们的第三讲 这一节讲里面呢 我们要为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安卓平台的架构 这也是偏理论一些 我们大概因为一开始我们得系统一点 可能说太深了我们也不会也不懂 对了对我们得先了解一下 那么这一节的课程比较简洁一点 你就听着就可以了 那么就是平台架构的一个介绍 那么这个平台架构呢 我这里呢给大家一张这个图 这张这个叫安卓的一个架构图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就安卓这整个它的一个 我们说安卓它就是一个操作系统 对不对 一个智能的操作系统 那么在这个操作系统里面呢 我们它又分为哪几部分 我们大概了解一下 我们从这个图上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就是说从下往上 我们可以看到有四个非常明显的这个 分分界是吧 对分层 分层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分层 我们从下往上看 因为我们经常说底层嘛 对吧 所以从底往上 从底下往上 对从底下往上 你看从底下呢 这个是红色的部分 是吧 红色的部分呢 就是叫Linux scanner Linux scanner就是Linux的内核 Linux就是一个 我们说的一个另一个操作系统 对吧 跟Windows一样的一个另一个操作系统 所以说安卓操作系统呢 它是基于Linux操作系统 因为Linux是开源的 对吧 它是开源的 是基Linux内核来进行这个 叫什么叫开发的一个这样的操作系统 用一个开源去开发另一个开源 开完另一个开源的操作系统 是吧 所以安卓这个是 为什么它是使用Linux内核呢 因为Linux第一 它是开源的 是吧 为什么又用Linux内核去支撑这个呢 内核里面 它又扮演的什么样一个角色 是吧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各个部分 有这个什么显示屏驱动 是吧 这个第一个叫Display Driver 对吧 还有这个Carminal Driver 是吧 还有Flashmanage Driver 对吧 这些都是这叫摄像头的驱动 然后还有这个闪存 对吧 还有这个像这个声音呢 WiFi的部分呢 对吧 还有键盘呢 等等等等 电源管理啊 这些都属于操作系统级别要完成的东西 内核要做的事情 是吧 既然Linux已经有了这些功能了 为什么我还要重新开发呢 对吧 没必要了 直接用它就完了没 对吧 而且它是开源的 所以第一部分呢 它是基于Linux内核来去开发的 基本上是三点几的这个版本 有些是3.6 有些是3.8的吧 这些版本有这个升级 现在我们常用的是哪个版本呢 常用应该是我们这个 基本上手机4.0都是在3.8左右 这样一个内核Linux的一个版本 大家可以翻开自己的手机 在那个设置关语里面是吧 查看安卓手机的这个版本里面看一下 它有Linux内核的这个版本是是多少 是吧 刚才不同的手机可能不一样 那么第二部分呢 就是这个叫做Libroids Libroids绿色的部分 Libroids就类裤是吧 类裤对类型类型的 就是对这个安卓开发一些 制作一些支持的开源的一些类裤 这也是开源的 它把第三方的一些类裤呢 加载加进来 加到这个安卓系统里面来 比如说它都有提供哪些功能呢 比如说这开源的 有这么这个叫Service Manager 就是专门管理屏幕的 屏幕管理的这么一套这个类裤 是吧 还有这个像这个多媒体的一些框架 多媒体的部分 比如怎么播放声音呢 这些底层的东西 它都已经用C 这一部分都是用C或者C加去写的 已经实现好了 然后安卓只要把它拿过来 自己用 相当于别人做好 直接用就会用 直接拿过来用 这还是属于比较底层的 比如还有这个Seglite的数据库 Seglite的这个数据库 这个呢是 应该是在嵌势领域比较著名的 我们未来也会单独 针对这个数据库去 给大家做一个讲解 还有这个像这个字体 像这个Vibe浏览器的部分 是吧 安全 OpenGR等等 这些都属于第三方开源的这个类库 LabC还有类库呢 都是属于C和C加加是编写的 然后集成到安卓里面来 对吧 集成安卓里面来 然后呢 在绿色的旁边有一个黄色的一个框部分 是吧 这一部分叫安卓的long time 安卓的运行环境 运行环境 那么这些C的部分呢 这里面有两部分 一个code library 一个叫dvm 叫dvm 叫visual machine 是吧 就是叫dvm 就是虚拟机的意思 对 虚拟机的意思 就是说安卓呢 他推荐的开发语言是Java Java语言来开发 用Java语言去开发安卓的这个应用程序 是吧 应用程序 所以说呢 大家知道啊 Java肯定是要用虚拟机才能跑起来的 是吧 有一个虚拟机才能运行起来 刚才说的时候 我就想到这个虚拟机这个东西 对 需要用这个虚拟机来跑起来 所以呢 在这里面他也有一个虚拟机 但是呢 这一块啊 从这个应该是在4.4 这个版本以后呢 他有一个叫ART ART这种模式 就不是用dvm了 不用dvm了 所以最新的这个安卓的版本5.0呢 我们知道他用的是 这个默认的 就是用的是ART这种 呃 呃 我们说的这个运行模式 啊 这样的话 他运行速度呢 比这个dvm啊 据官方说更快啊 啊 官方说的更快 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一块扮演是一个虚拟机的这样一个角色 好 到这为止呢 到这为止 那么这绿色部分都是属于这个 这个底层的啊 谁跟谁家家写的 直接跟操作系统 你看对接是吗 直接调用的就是操作系统底层的东西 就绿色部分调用的是红色 都是直接拿过来用的 哎 对 就是大家集成在这系统里面去的 好 再往上看呢 就是这个蓝色部分了 是吧 蓝色部分分为两部分 就是framework application framework跟applications 那么这个 第三层的这个 我们说往上啊 从下往上第三层的这个蓝色部分呢 就属于应用程序的框架级别 框架级别 这一级别呢 就是蓝色部分就完全使用Java来去编写的吧 这个由我们自己来编写的 这还不是我们自己来编写 对 也是由安卓系统提供的一些Java的级别的一些类裤 一些框架 它调用什么呢 它就调用了下面这个绿色的部分 就叫从上往下去调用的 它是来调用这些 它就调用那底层的C 因为你Java自己去调用C的话比较麻烦嘛 所以它封装好了一套框架 它去调用 然后你的程序只要调用这个framework就可以了 是吧 就这样一个级别 然后最上层就是应用程序了 比如说我们以后要写的APP就属于最上层 最顶层 比如说联系人的应用 打电话的一个应用 是吧 或者你写一个微博 或者写一个什么 你里面可能会用到很多组件 用到什么呢 就用到第三层里面的一些东西 对吧 从上往下调用 一次第三层再调用第二层 第二层再调用最底层 最底层在操作硬件 是吧 再调用硬件就一层一层的就上去调用去运行 就大概是这样一层这个一个结构 但是在我们会发现 这个图呢 是在之前的这个 这个老版本里面会出现的这个图 所以我一直在保留 所以还给大家再来说一下 那么在新版本的这个API文档里面 大家已经看到找不到这个图了 这个图已经被他已经这个去掉了 是换成别的图了呢 还是说 就直接把他把这个图给不要了 不要了 可能是这个考虑到的是这个 没有必要让大家再去了解这个架构的 这个这层面上的一个东西了 所以把这个图呢直接给去掉了 所以我这个呢是从之前老的这个版本里面保存下来的 然后给大家再看一下 OK 那我感觉就是我们了解一下这些之前的东西还是挺有用的 对对对 你就了解一下大概就是分成这么这么几个层次是吧 几个层次 然后呢为了变因大家以后再写代码的时候呢 知道你的写的程序代码在哪个部分是吧 存在哪部分 那就是实际上我们接触到的代码呢 可能你做应用级开发的话 就是接触到这个蓝色部分就可以了 这个绿色部分跟红色部分呢 你可能就接触不到了 你要接触到绿色跟红色部分 那你就是一个非常就针对于底层的开发 底层的开发 对就系统级别底层的这个开发 那你必须得懂C 必须得懂C 必须得懂Linx 是吧 这些是不是够费劲 对这些就是更深层一些的 就叫切勿式的这个级别的这个 系统级别的开发了 如果应用程序级别的开发呢 你只要需要了解这个蓝色部分就可以了 就OK了 明白了吧 明白 就是这个就是大概它一个平台的一个架构的一个介绍 OK 有什么问题吗 暂时没有了 没有了 OK 那我们这一节呢 比较简洁啊 就给大家先介绍到这里 OK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